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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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投一發給韓國瑜的票 是93萬9090票 93萬票超過2018年 投給韓國瑜的89萬票 謝謝大家 熱情民眾擠爆開票現場 不同一般選舉場 多半是年輕臉孔 高鐵站滿滿人潮中 也包括了北嫖青年詩雅 早在辛勤舞一下班 就踏上返鄉歸途 高鐵票開搶的那一天 因為我當初沒有回來投 如果我當初也在的話 說不定它就不會上 有很後悔當初沒有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可能它會上 冒著大雨 詩雅回到小時候 就讀的國小投票 就怕錯過見證台灣民主 發展歷史性的一刻 其實詩雅的祖父 是台灣醫界先驅 已故外科醫師翁廷權 家中藏書也看得出 民主素養的DNA 這邊是我阿公的 之前舊的時候的收藏 然後這邊有就是 美麗島事件的書籍 阿嬤妳今天早上去的時候 有很多人嗎 沒有 阿嬤她93歲 她就回來兜兜看看阿嬤 然後爸爸媽媽順便看 家人相聚時光 一邊看電視關心選情 也了起這兩年心情 她接任市長以後 我們也看不出 她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她不了解的東西 也沒有去做功課 去了解 沒有落實在她 妳應該做市長 應該要做的事 就是妳 妳真的讓 投禮票的人 太失望了 不行 我覺得現在不管怎麼樣 她有沒有過 這都是一個民主的歷史 我有參與這段歷史 我在行使我的公民權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很有意義 高雄的未來 高雄人自己決定 在台北工作的任佑 這張投票通知單 召喚的是她對高雄產業 與市政發展的期望 高雄市真正需要的改變法 是從產業結構上的改變 其實我真的在高雄住了很久 我也是大學的時候 才去台北 對 因為也是因為在高雄 找不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工作 那我去投票喔 OK 好 拜拜 拜拜 投完票任佑和朋友 也來到We Care光復高雄總部 關心開票結果 她是很開心很激動 因為畢竟這是史上 第一個通過的罷免案 高雄市民在選出一個 真正合格的高雄市長 沒有組織 沒有動員 有的是民主的意志 年輕人無懼來回六百公里 積極參與也替自己發聲 三天新聞陳志宇 陳奈宇 在高雄的採訪報導